坐在跑座 我们自己 蛮激动的 对 对 因为16年前嘛 对 那时候我们一起 拿到讲座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想说 应该会蛮早就有机会 可以一起合作 对 结果没有想到 一等就是16年 是不是 左三年右三年 等了好久好久 对 当时听到有这样的机会 你们觉得蛮激动的 我没有帮我们来 很开心 非常开心 因为一直很想 跟王娟一起合作 然后有这个机会的话 那是真的太好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拍戏整个过程 大家也都非常的愉快 两位好像在戏中 还有挑战三秒钟掉眼泪 你们聊下这一块 对你们来说 是不是已经可能 easy 其实 因为其实表演这些事情 就三秒掉眼泪 比较不是困难 而是说 情感是满的 对不对 然后可是导演很残忍 他有的时候 除了三秒 他说 请你给我 拉长城一分钟 这一分钟要怎么补 又不能说等 然后又必须过程是 是有情感的 不能是浪康的 所以 里面充满了挑战 因为真的 这一次的表演 或者是演出 是因为导演很 我觉得 青导演有很多 很棒的想法 但是也会挑战到 我们这种资深演员 可以这样说吗 好啊 对不对 土哥其实也有一些 我觉得在现场 他给了很多 很棒的帮助 就是度过 快别这么说 真的真的 就度过那个 被挑战的时刻 所以需要 需要有人讨论 其实大家都非常热情 对这个工作很热情 所以拍几戏来的时候 虽然是有点辛苦 但是 很满足 我哥有被出难题吗 有啊 你要打架 我们在拍的时候 打架的戏要出难题 然后 尤其是因为导演 他是要用 那个 那个slow motion 慢动作的 所以有很多地方 我们要刚好抓到那个点 比如说 整个脸被拉过去 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必须要在正常 正常时候做的话 就有点辛苦 对对对 而且 呃 主要是那个打 就你要打到 看起来是很有张力 要真打 所以打到后面都筋疲力尽 但是又不能不做 所以这个还蛮有趣的 看完了以后 就蛮精彩的 对 刚刚莫莎把他聊一下 对对对对 两位讨教 哈哈哈哈 要 两位讨教一下 前辈 好好讲 哈哈哈哈 我有在就是有一场戏 有问娟姐说 如果我做不到怎么办 对 然后那时候娟姐其实已经在她自己的状态里面了 所以 她就说 你就不要想着要做到啊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 其实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很担心自己做不好 但是 我就询问了 我当下已经把她当成妈妈的娟姐 就是说我该怎么办 然后娟姐就给了我一个方向 所以让我觉得蛮感动的 对 其实我说那时候 你怎么突然问我 我突然要变成老师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是说 家恩是一个很愿意问问题 然后很有想法的年轻演员 所以应该被善待 就是我们 我们 虽然经验多 我们也是从这么 这么小慢慢被照顾长大的 所以我们都还是很愿意去陪伴跟支持她们慢慢长大 所以还蛮幸福的啦 我里面饰演的是阿华 低点 阿华 然后我也有跟娟姐跟陀哥讨教一下 因为一开始会有一点紧张 也不晓得 镜头从什么角度拍什么的 对 但是 陀哥跟娟姐就跟我说 就是focus在角色里面 然后他们也给我 就是他们都给的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是情绪或是状态 或是整个流动都很好 所以 有他们在就整个就是 很放心 也很有安全感 这样 对 导演是不是也这样感觉 我很放心 因为我父亲在 离开这个世上的最后几年 其实是失智状态 然后对于失智的这个议题 我自己其实很有感触啦 那常常看着老人家的眼睛 看进去的是一片空无 然后他不 他不是不愿意记得 他是真的就不见了 你就突然觉得他就不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这个 这个其实比较像导演在说 他突然想起来 他忘记了爱这件事情 那如果 我也会在想说 如果我父亲还在 他突然想起 我是他的谁的时候 他或许也会有一种 很大的挫败感 我觉得他会有很大的挫败感 是 他 因为 就忘记了 然后突然想起来 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一直不想起来 是不会难受的 可是突然想起来 我忘记了 这件事情 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撞击 那也很感谢 竟然有人 有导演愿意去谈921 造成的创伤症候群 我觉得这件事情 比较 不是年轻 那时候几岁啊导演 921的时候 921 小学 对 他念小学 所以 有他 就是说 他会关心这件事情 当然也是因为跟你朋友有关 那 他脑子里的 他一直在发抖 我抓到他一直在发抖 他脑子里的 想法是非常跳跃的 对于我们已经 拍戏比较多的人来讲 要摸清楚他 厘清楚他脑袋里的线路 是需要花时间 他很跳得很厉害 然后那个 黄娟在这方面 他刚刚讲的情绪 他确实也是做到了 而且做得非常 饱满 那我在现场的时候 也特别感受到这些 所以我觉得 跟他在一起互动的话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是让你很有安全感的人 就是 刚刚谈到如潮 想问一下 我哥少上怎么办 那我上帝哥的新闻的故事 我以为你要问勇哥的事情 我怕你敢唱 对对对 我刚刚那边 对在那边 因为勇哥 本来我们今天不会去那边 因为我以为要在别的地方拍 就没想到就刚好 我以为没有 有缘 把 赶快赶过去 所以那个时候 又没有时间 然后就赶快去化妆啦 那 那个谁 他那个事情就是 酒驾是不太好啦 希望能够继续教训 这样子 其实邵清哥已经好像不是第一次 就是 酒驾 然后被抓到啦 然后不知道就是两位身为好朋友 有没有给他一些什么建议 我们劝劝他 他是一个非常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个性 在这一方面他就是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继续教训就行了 我学弟嘛 我马上打电话给他 我臭骂他一顿 想骂脏话不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啊 你自己喝酒 你就在家里面开心就好 不要出去乱闯 我待会就去骂他 而且也蛮惹异 对啊 其实我刚才 我还没有仔细看 但是关于酒驾这件事情 莫名其妙就 就无言 就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啊 他还蛮关心说 这接下来我们对这个 因为接下来 绍兴哥还有一些演出 对明年的部分 我知道啦 那个瓦瑟的嘛 对这个部分我要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还没有认真的去 看这个新闻 但是 他的伙伴应该会比我还火大吧 有可能会如期吗 这我不知道 这个要去了解一下 我才会知道 谢谢 谢谢